哈里王子又来了,这次他的戏码可谓更上一层楼,就在威廉王子因慈善事业风生水起,被民众誉为戴安娜王妃的真正继承人之际,哈里王子和他的老婆梅根,又一次精心策划了一场卖惨大戏,这次他们要在新纪录片《审判小报》中,让全世界为他们流泪。 哈里王子前脚刚被哥哥威廉因为慈善事业的开展压了一头,民众高呼威廉王子才是戴妃真正的继承人,这让哈里王子心生不满,毕竟他一直以来都在哥哥的光芒下显得黯然失色,但他并没有放弃,他和梅根迪迪咕咕伴上,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反击方法,卖惨。 虽然威廉王子的慈善事业做得风生水起,让哈里王子无比艳羡,可经过几年的交锋,哈里和梅根夫妇也清楚自己的能力资源是什么层次,不再说望和天之骄子威廉正面对决赢得战役,他们明白,硬碰硬是行不通的,只能另辟蹊径。 在即将于7月25日上映的新纪录片审判小报的采访中,哈里心生一计,让无数不知情的人对这个戴妃小儿子投向了同情的目光,哈里王子在采访中,表情十分委屈地控诉自己也深受媒体小报的迫害,不但自己的生活被打扰得一团糟,就连自己和相恋多年的前女友分开,罪魁祸首也是这些小报狗仔,无孔不入,甚至窃听到了自己和前女友的私密电话聊天, 控诉这段历史的时候,哈里王子表情十分委屈,仿佛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一样,戴安娜王妃的不幸与最终的殒命,小报记者的围追堵截可以说是罪魁祸首,如今,哈里转过头来,在强调自己因为小报记者的悲惨遭遇,甚至为了卖惨,连前女友这样的敏感身份都被梅根允许拿出来提及,这对夫妇显然打好了如意算盘,既然不能靠慈善事业获得民众的认可,那就通过卖惨来吸引眼睛。 赚取同情分,这种手法虽然下作,却是他们唯一能在公众面前扳回议程的方式,毕竟,他们已经清楚自己无法与威廉王子的光辉业绩正面对抗,曝光赚钱才是第一位,哈里梅根这夫妻俩,为了曝光抢镜头,什么历史鸿沟都可以内部消化了,也真是大度极了。 哈里梅根的小算盘打得好极了,我没扛起妈妈慈善的大旗,可是我会卖惨,装可怜啊,这是我的强项,就凭这个本事也饿不到他俩。 不过,可怜的戴安娜王妃,原本高大无暇的形象,在哈里夫妇的不懈努力下,终究会被染上尘埃。 显然,哈里夫妇已经不再顾忌王室的形象和家庭的尊严,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曝光率和公众的关注度。 对于哈里和梅根而言,这场卖惨大戏不仅仅是一次曝光机会,更是他们对抗王室压力的一种手段。 通过不断的控诉和卖惨,他们试图博取更多人的同情,同时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舆论支持。 哈里在采访中强调自己和母亲一样惨,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让人们相信他是受害者,而不是一名逃避责任的王子。 这种操作看似聪明,实则无奈。 哈里和梅根显然已经意识到,他们无法在王室光环下获得更多的支持,只能通过这种低劣的手段来吸引眼球。 然而,这种方式不仅不能真正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,反而会让他们在公众眼中的形象更加负面。 尽管哈里和梅根的卖惨戏码令人感到不迟,但他们显然不会轻易停手。 在未来的日子里,民众很可能会看到更多类似的闹剧上演。 毕竟,对于哈里和梅根来说,卖惨已经成为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,通过不断地控诉和卖惨,他们试图让自己在公众面前显得更加可怜,从而获得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 但是,这种方式注定无法长久,无论他们如何卖惨,终究无法掩盖他们在王室光环下的黯然失色,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最终会看穿他们的真实面目。 而哈里和梅根,终将在这场不断上演的悲情剧中,逐渐失去人们的信任和支持,与此同时,就在英国王室的传统面前。 哈里和梅根又一次出奇制胜,这次他们竟然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改了姓氏,彻底摒弃了延续64年的王室传统,据7月16日英国《净报》报道。 这对夫妇在自己的官网上公布了阿琪·荷莉莉·贝特的新姓氏,宣布他们不再是蒙巴顿·温莎的一员,而是姓苏塞克斯,温莎是王室的姓氏,哈里的全名是亨利·查尔斯·阿尔伯特大卫蒙巴顿·温莎,按照道理来说,他的两个孩子的姓氏应当也是蒙巴顿·温莎,但是这对夫妇却擅自改变了两个孩子的姓氏,彻底打破了维持64年的王室传统,蒙巴顿·温莎这个姓氏是伊丽莎白女王, 大婚后于1960年颁布的,适用于女王和菲利普亲王的男性后代,至今已经承袭了64年,哈里和梅根这一行为,无疑是对祖宗决定的公开挑衅,把两个孩子主动从王室中除名了,不知道这是聪明还是傻了,据知情人士透露,哈里和梅根这么做是为了让一家四口团结一心,拥有同一个姓氏。 苏塞克斯,他们认为这样就能给公众展现一个一致的形象,营造出幸福家庭的假象,然而,他们有没有问过阿琪和利利贝特的意见,或许阿琪和利利贝特长大以后会怪父母自作主张,也说不定呢。 况且,阿琪和利利贝特是查尔斯国王的孙辈,是有王子和公主头衔的,这么擅自改变姓氏,真的不是在将王室的脸面往地上扔吗? 或者他们是打算另起炉灶,重新建立一个苏塞克斯王室,这真是令人捧腹的幻想。 哈里和梅根在给孩子改姓的过程中显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未来,阿琪和利利贝特将来会面对一个尴尬的局面,他们的姓氏与王室成员不同,却依然背负着王室的身份和责任,这种矛盾的身份无疑会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,而哈里和梅根显然只顾着自己的意识之快。 完全不顾及孩子们未来的感受和处境,媒体对此事的反应也颇为嘲讽,哈里和梅根每次试图通过出奇制胜的方式来吸引公众注意,但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,此次改姓事件显然又是一场闹剧,在公众眼中,这对夫妇的行为越来越像是故意制造话题,而不是出于真正的考虑和关心。 媒体也不吝讽之词,哈里和梅根的每一次尝试都像是故意制造的闹剧,令人忍俊不禁,这对夫妇的每一个决定似乎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作死的认识。 对于哈里和梅根的这一系列行为,王室内部似乎已经习惯了冷眼旁观,查尔斯国王和威廉王子显然已经无力,也无意再去劝阻这对夫妇的作死行为,他们的态度更多的是无奈与失望。 毕竟,对于哈里和梅根这样一再挑战王室传统和底线的人,任何劝阻都是徒劳的。 哈里和梅根这对夫妇显然已经在公众眼中沦为异对闹剧主角,每一次的创新和挑战都是在为他们自己制造更多的笑料,他们的每一次决定和行为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他们的下线的认知。 可以预见,哈里和梅根在未来还会继续制造更多的笑料,毕竟,他们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,显然不会轻易回头,他们的每一次尝试和挑战都会成为公众茶余饭后的谈资。 而哈里和梅根也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,直至彻底沦为笑柄,哈里梅根此次给孩子改姓事件,无疑是他们又一次出奇制胜的尝试。 然而,这次尝试不仅违背了64年的王室传统,也给孩子们的未来带来了不少麻烦,在公众和媒体眼中,这又是一场闹剧。 而哈里和梅根也将继续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,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柄,记得在哈里梅根刚退出王室的时候,他们曾向已故女王承诺,他们在北美只想寻求隐居,不会将王室头衔商业化,然而,他们却轻易把自己的脸给打了。 自从2021年定居加州以来,他们一直在吹嘘自己的地位并利用它,接受采访,上真人秀节目,出书等等,全部都是打着王室名号赚钱,而最近更是直接创办了自己的生活品牌,叫里维埃拉果园。 据《每日邮报》透露,马安特斯特的菜单上还包括化妆品,薰衣草香袋,瑜伽垫,甚至狗席发水,王室专家汤姆·鲍尔称,国王和威廉王子现在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,更是被称之为王室的定时炸弹,现在来一出私自改姓苏塞克斯。 实际上,放弃了菲利普为之奋斗的家族姓氏,这是多么可悲,估计菲利普棺材板都压不住了,真是要气活了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,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,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